民進黨新北市議員黃淑君 在新北市板橋區裝貼一面看板 上面就寫著包租猴 來刷猴友宜 沒想到這個看板掛好一個小時後 屋主就遭到警方上門關切 那黃淑君就痛批 猴友宜還沒當選 就讓新北市違法亂記 不過警方也澄清 這個對話過程沒有不當 只是為了避免看板被人破壞 這塊猴友宜帶著黃冠手 拿一疊鈔票的諷刺看板 掛在新北板橋大關路上 但新北市議員黃淑君指控 才掛上就被新北警方關切 這張上面寫著包租猴的看板 在黃淑君掛上後 只過了一個鐘頭 屋主就遭到警方上門關切 新北市警察局 你也不是警總 不要變成猴友宜的小弟 來施壓新北市民 煩惱喊話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猴友宜 以及新北市政府 要是否別變成了猴友宜的警總 我們民進黨所製作出來的看板 有憑有據也有相關的資料佐證 看板上署名的非常清楚 就是民主進步黨 你有事衝著我來 你找人民開刀 你找人民施壓幹嘛 黃淑君高喊侯友宜 進行政治迫害 不過警方也秀出 當下和屋主的對話過程 澄清絕對沒有任何施壓意圖 警方澄清為了避免候選人看板被破壞 要求狹區內所有選舉看板不分黨派都要拍照造策建黨 列為狹區巡邏要點絕非施壓 一個包租侯看板各自表述 記者我是全軍林漢廷星北 請往報道